犹太人正在控制整个世界,你相信吗? 美国流行一句话,全球的财富在美国,美国人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。 犹太人呢,虽然占了全世界仅仅0.3%的人口,却掌握了世界30%以上的财富。 福布斯美国排行榜中,前40名有18名是犹太人,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占了22.5%。 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就这么厉害呢?听一听他们20句至理名言你就明白了,尤其是最后一条瞬间倒破人性的弱点,建议大家点赞收藏,时刻提醒自己。 第一句,一杯清水因为滴入了一滴污水而变得浑浊,一杯污水却不会因为滴入了一滴清水的存在而变得清澈。 第二句,往上爬的时候要对别人好一点,因为你走下坡的时候还会碰到他们。 第三句,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,一是吃尽胃里的食物,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,三是读尽大脑的书籍。 第四句,马在松软的土地上容易尸体,人在甜言蜜语中容易摔跤。 第五句,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,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,那就是喜剧,如果你沉迷于喜剧之中,那你就是个悲剧。 第六句,如果不读书,行万里路也不过就是个邮差。 第七句,当你的邻居在深夜两点弹钢琴的时候,你别气恼,你可以在四点的时候叫醒他,并告诉他很欣赏他的演奏。 第八句,最强大的人,就是能够化敌为友的人。 第九句,人生有三种东西会伤人,争吵,苦恼和干净的钱包。 第十句,思考时要像一位智者,但讲话时要像一位普通人。 十一,生活中许多烦恼都源自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,却忽略了人生活者的真正含义。 十二,你兴趣所在的地方,也就是你能力所在的地方。 十三,超越别人不能算真正的超越,超越自我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超越。 十四,在人类天性中最深层次的本性,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。 十五,能够养成善于静听能力的人,似乎要比任何好性格的人都少见。 十六,恐惧呢,大多是因为无知与不确定感而产生的。 十七,口说不如做到,耳闻不如目睹。 十八,你若不懂笑,那千万别开店,因为顾客大多喜欢面带笑容的服务。 十九,石头砸鸡蛋,倒霉的是鸡蛋,鸡蛋砸石头,倒霉的还是鸡蛋,因为实力很重要。 二十,汗水和丰收是最忠实的伙伴,勤学和知识是一对最美丽的情侣。 能够听完这二十句话的人,一定是一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。 今天,把犹太人告诉世人的二十句经典的名言跟大家做了分享,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感悟呢? 关注认知思维,让你少走弯路多壁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